《禪》中有句慣用語叫做當頭鵬渴 究竟出自何經何典呢? 佛法不可思議 諸法實相的道理是超越言語文字 不是心意識所能分別計度 如果用平常求知求解的方法去理解佛法 這就是用妄想分別心去追尋摸索 所謂頭上安頭雪上家霜是沒有結果的 自從慧能大師創南中頓悟成佛禪之後 就主張覺悟不假外求 法治內心不執著佛經文字 後來發展到王柏希運禪師、德山孫鑑禪師 為了打破學人的迷情 接待參禪初學者對於所問的問題 往往不作正面的答覆 即是不用言語去答覆 改用鵬打或者大學一聲 或者鵬喝交加 用以暗示和啟悟對方脫離文字 和心原意識的思維 要照見自性 漸漸成為一種特殊的思教方法 相傳鵬的使用是唐代德山孫鑑開始的 而渴的使用是林濟中二元開始的 所以有德山、鵬、林濟、渴的說法 後來蟬師接引學人 多數是鵬喝交師 無非是藉此促進誤性 當蟬師鵬打學人的時候 並非猛力擊打 而是不傷身體的鵬打接觸 有時候輕打學人的肩膀 不會令人受傷 鵬的使用方法有八種 第一,解令之元鵬 當蟬者錯用意識去參與時 以鵬警惕屬於佛鵬 第二是接基蟲正鵬 用來接引初學者 令他們用正當方式潛坐 第三是靠元相正鵬 屬於打得教重的佛鵬 第四是印順忠子鵬 當學人坐蟬到某一個境界 需要印證鼓勵時候用的鵬 第五是取厭虛實鵬 即是一見就鵬打 試驗來參者的蟬定功夫 第六是盲家核鵬 如果老師不善用鵬 隨便亂打就是盲家核鵬 第七是負責愚痴鵬 師鵬時用心良苦 糾正學人去除他們的愚痴妄想 第八是掃除凡聖鵬 屬於最高的鵬打 一打即令學人開悟 當蟬師與學生去警惕參者的時候 是用叫喊的方式去打斷學人的妄想分別心 令他提起話頭的正念 學有四種 一學如金剛寶劍斬除懲解 一學如巨地獅子 學左懲解 一學如探桿影草 探驗學人的懲定程度 一學不作一學解 最後這一學 只是宗師才知道什麼時候去運用 不是學人所能了解 there you go